大家好,我是开货车的肥猫 现在是3月12号,9点52 从南通拉到这边的一车货已经卸完了 8点多钟上班,8点钟多一点上班开始卸货蛮快的 9点10点两个小时卸完 在卸货的时候订了一车货 去上鱼,拉快递到泰州的海宁 现在从宁波放过去 100公里多一点 不过我感觉价格还可以 我会把这一趟这个全过程记录下来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关注 好,出发了 好,出发了 现在是3月13号的凌晨2点25分 我大概10分钟前吧 呃,才靠到这个平台上面 前面一个车是昨天没发走的 刚刚问了那个现场的这个小哥好像说 必须装满才能发车 等我下去看一下装货的情况 好,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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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样子 看这个样子似乎有点悬啊 6点钟上班装到2点多一点 一车这个货量才刚刚发走 我装到现在就装了这么一点 哎,不管它了 继续睡觉 早上忙了7点钟了 等他看一下 哦 哦 估计发不发啊 估计发不发我这个车 发不了啊 发不了,你们白天又休息要往上了 哦 肯定发不了 应该发不了,没有过了 哦 好的好的 看这个方案 一半多了 当我们四二点啊 没关 我这种直下不了 哦 哎 哎 哎 那么 所以 你要出约bart 这个窝里的东西还是蛮大的 现在吃饭去 就是这里 啥话再吃 茄子吧 茄子茄子 领导你搞一个到哪里去买了 还有什么荤啊 腊肠 我这双小荤大荤 再打个青菜就10块钱 好的再打个青菜的 那你是要冬瓜还是要青菜 来个冬瓜吧 好的 稍微行啊 嗯 方向打回来了 哎呀 这个口罩 终于好脱掉了 外面妈下起了毛毛雨 一份饭 然后这个菜呢 10块钱 总共10块钱 这应该算良心价吧 这个冬瓜 茄子 还有个好像小炒肉 好 现在开吃了 放吃完了 现在是3月13号的下午1点钟 刚刚跟那个物流上面协商了一下 答应补我一点钱 今天晚上要发车的 那肯定要发的 我后面没那么多位 就那么多位置了嘛 对吧 估计上了班 一会儿就要发车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司机呢 这个货车驾驶员啊 还是弱势群体 没有话语权 没有话语权 唉 这个 最近 我也在平台上面 碰到两个事情 就是 订了的货 订好了 微信也加了 装货和卸货位置也发了 对吧 什么资料嘛 都发给他了 过了一会儿 怕 星期来了 退掉了 问为什么呢 有什么 乱七八糟的货不发了 有什么价钱谈不拢了 唉 郁门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货 发不发 还不确定 价钱还没有弹拢 那你就直接把这个货员 就发到平台上面来了 那我订了嘛 我就不找货了 对吧 那你可知道 在我订你货的这段时间里 十分钟半个小时 我有 有可能啊 有重义的货 跑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 货车司机还是弱势群体 说不起话来 没有话语权 就像 这个最近高速公路免费 这个事情一样的 网上啊 大家都在说啊 包括 国务院啊 都在说把这个 红利啊 让出一部分来 给货车司机 哎 这都是天欢夜谈哦 怎么可能哦 我不敢奢望 我真的不敢奢望 我只要求 就只想啊 什么呢 你们这些货主啊 或者我楼上面啊 稍微信息准确一点 这个 比如我们 藏好的 运费到负多少 回答押多少 然后我货卸掉了 这个 呃 回答派给你了 那你就赶紧把 到负的运费给付掉 你付掉嘛 我这边也就赶紧给你寄 对吧 回答到了嘛 也不用催 就是 就一百块两百块钱 那个事情 横一个电话催一下 好好好 我马上给你办 又拖几天 何苦的 对吧 做生意嘛 还是个诚信为本 或是驾驶员 也确实不容易 风里来雨里去 没日没夜的 大家 大家 你做这个 信息部 开涡流公司 有的时候 你必须也要有 这个电资成本在里面 对吧 就驾驶完这个 几千块钱运费 你拖来拖去也没意思 是不是 嗯 这是我的一点感慨啊 欢迎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评论啊 在评论区评论 好了 我是 开货车的肥猫 一个不靠 颜值吃饭的 70后卡车人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